第二个三题 在此过程中拉力对甲乙两物体所做的功率的大小比较 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那我们晓得所谓的功率的计算是P等于T分之W做工的大小 前一题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做工的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看时间谁多谁少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题目里面我们的拉力是一样的 可是甲的质量比较小它比较轻 所以同样拉力情况下它跑的会比较快 所以同样走S的距离它所要花的时间比较少 那因为它花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它的功率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题里面甲的功率是应该比较大的 所以第二十三题问我们说甲乙两物体所做的功率大小比较 我们答案要选择A是叫做甲大于乙 就是这样的一题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车的数损